钟汉良,著名香港籍演员,普通话完全零基础,去台湾发展后才开始学习普通话,还是在不太标准的口音环境。 香港人普通话说的本就不如内地人标准,这并不能代表不敬业和不认真,更不能代表演技不行。 那么,钟汉良的普通话到底如何?来看看这些报道和采访怎么说。 钟汉良的普通话被CCTV点名表扬,去年正值相反回归的20周年,中国电影频道盘点了香港影人,这些年在普通话上取得的进步。 郭富城,张国芝,刘星云,刘德华,钟汉良等人视频出见。 视频中,钟汉良即兴被考验的普通话绕口里说得非常好。 钟汉良的演技被配音演员张杰称赞,配音演员张杰曾为钟汉良多部影视作品配音。 在一次直播中,他说,配音时必须要听他的原声,听他怎么演绎角色。 我只能代替他的声音,不能代替他的表演,必须要按他的表演来配。 虽然他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,但是钟汉良的表演特别到外特别好,给他配音的时候自然就入戏了。 钟汉良一直在努力的练习普通话。 一,钟汉良随身携带小学生汉语拼音表,拼音表上都沾上了菜区。 二,钟汉良通过北诗来练习普通话,唱汉良,鼠道拿,清平调,以及那懒容若的词等都能流利背诵,曾在一节目中被唱汉良的主持人求饶。 三,钟汉良练习普通话的努力程度,被表演老师张宋文典名表扬,并引以为傲。 钟汉良曾为拍摄康熙密史《钟纳兰性的一角》,在开机前苦练普通话,进到表演老师张宋文老师指导,他把老师眼中不可能的任务变成了现实,让张宋文引以为傲。 电视剧《十月围城》官博点名表扬,在钟汉良主演的电视剧《十月围城》中有一场王阿四演讲的戏,该片段导演分享些镜头转换,减轻钟汉良的台词负担。 但是他却用十多分钟把一篇,两千多字的文言文言讲稿流利背诵下来,让合作演员和现场工作人员由衷赞叹他的普通话台词和敬业精神。 钟汉良多部原因影视作品好评如潮,钟汉良更是有多部的影视作品,比如我语言声《午夜阳光》、《夜玫瑰》、《爱神》、《惊天大逆转》、《独展》等等。 《恋语言声三人形》、《白手风云》等,在《三人形》中更是有钟汉良的英文原音,感兴趣可以去感受下他的台词功底。 香港演员出道内地发展时,演员拍戏讲广东话,都是默认的事情。 钟汉良为不影响拍戏效果,自己努力学习练习普通话。 再者,如今放眼中多影视剧,多少本就讲普通话的演员,都需要配音来完成后期。 所以,用配音不代表演技不好,不用配音也不代表演技很好,用不用配音与演技并无关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